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一下 我們超級好玩的screwpaster 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破壞突襲隊啦 最近真的是玩得超級瘋了 已經到了這個43等級了 而且我這邊的話這個寶箱樹啊 永遠都是不夠我打的 那他這邊刷新倒數其實都還滿久的 所以你就可能要去花金幣買一下我們的票券喔 那新手挑戰每天的都已經打完了 然後現在這個皮納塔狂歡啦 我已經打到這個354根的這個皮納塔棒棒了 所以真的是玩得超級無敵風的 那最近基本上我們43已經到了皇室戰爭的這個世界啦 那皇室戰爭這個世界裡面就有這些新角色 那這一次的新角色的話 我自己個人是滿喜歡這個…商人的喔 商人跟我們這邊的梅維斯都很不錯 因為這兩次是比較打一個經濟實惠的經濟組合 就是這遊戲其實最後的獲勝條件很簡單 就是綠寶石比別人多就好 然後你只要前五名的話就是會獲勝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一定要去跟別人打耳沙沙 像如果你跟哲平一樣不喜歡跟別人打耳沙沙的話 就是可以用一下我們這個商人組合喔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前幾天的這個商人… 不是前幾天啦 昨天還是稍早的時候打的比較高分的這個組合 297顆綠寶石喔 那這對的話基本上我們就是用一個商人組合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然後這個遊戲的基本上重播的系統也做得頂好的 你們都可以就是回來看一下你自己玩過的這個場次喔 真的是做得頂不錯的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第一把的 這邊的商人組合 真的是還滿推薦商人組合給大家的喔 好玩到一個不行 好 那這一把的話呢 是我們這個皮納塔派對跟這個渦輪飛血啊 那皮納塔派對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開始會有這個皮納塔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看到這個模式的話呢 一開始如果有母雞的話 是建議大家可以就是先選個母雞 因為它好像是就是你的這個打擊次數越多的話 才會掉的東西就會越多喔 那這邊這場的話我是選個這個 就是這個拔木工 那基本上我自己啦 在第一隻選擇的角色選擇好之後的話 第二波的選擇的話 我就會都選的一樣的喔 上一部影片有跟大家講為什麼了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啊 就是你要盡可能把你的人員數縮減 讓你的這個寶箱才會就是 一個比較便宜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這個模式的話 基本上有這個額外的這個模式 它有時候會給你就是額外的模式啊 是這個悲倫血血 悲倫血血就是一般來說 我們吃到藍色的鞋子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按住藍色鞋子才可以跑嘛 那飛輪血節的話 吃到之後就會自動慢你加速喔 但是你如果一直沒有吃到的話 它就會慢下來 好 那我們這邊第三隻角色我們選到了商人 那第四隻的話也是我們的商人 然後大家會發現第四隻商人出來的時候啊 我們上面累積了金幣亮條啊 就會在我們商人的血旁邊不是黃色亮條嗎 但是金幣亮條 那個高達一定的次數的時候呢 基本上 它就會直接給你更多的綠寶石喔 所以我剛發現就是 第四隻出來的時候 它那個金幣亮條不是重新累積的 它是跟它一起捲的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一把就是瘋狂累積更多的商人 因為一開始大家如果要累積我們綠寶石的環節的話 其實不是說那麼好累積喔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必須要去挖樹啊 或是去採田啊 然後這地方才可以拿到更多的綠寶石 所以如果一開始沒有的話 其實是可以利用商人先把距離拉開的喔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是補給隊伍啦 就是比較偏向於自產自銷的經濟組了 所以跟別人對戰的話 你打剛剛那種比較大人的攻擊型態的隊伍的話 應該就比較難打喔 所以就還是要去看一下 但是打這種小蘿蔔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喔 所以就要看一下這一把的話 這個系統給你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你再決定你自己要去做哪一些安排跟分配喔 然後像我們這邊如果你沒有拿到我們梅維斯啊 或是沒有拿到我們拔木工的格雷特的話呢 你們都是可以用我們地圖上 會看到爆炸的炸彈有沒有 用那個炸彈去炸樹或是炸田 都是可以把那些東西直接給取得到的喔 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這整把的話你就會看到哲平 基本上我是自己在玩自己的 然後瘋狂在自己打自己的這個怪物 然後如果我有梅維斯的話 我就會讓他自己去一直去種田 然後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你就可以去打大怪 因為最後倒數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大家在拚那個綠寶石 他們都會自相殘殺嘛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盡可能自己去 旁邊有沒有 最好是那個啦 我覺得商人的話最好是要配合就是那個 採機的或是砍樹的 好 那我剛剛發現啊 我的那隻手機啊 好像看到這邊地方的話 好像都會直接跳出去 所以後來我就改我的這個平板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剛剛講的話我基本上是比較推薦 就是那個商人應該要配上我們 就是那個 呃.. 採機的啊 或是我們就是那個 給錢的 因為他畢竟就是 要一直就是那個 拿我們這個經濟之類的嘛 那這把的話基本上一開始我就拿到了這個 132顆的這個綠寶石 因為通常大家在 這個倒數階段的時候才會去這個 寶石礦井打開嘛 那寶石礦井打開之後的話 你才可以拿到更多的這個 綠寶石 但是在這之前的話 我們就已經拉開這個距離了 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瘋狂的 繼續去拿我們這個金幣 我們這邊的這個 商人就會一直瘋狂的幫我們 累積這個錢 那我們也不用去 中間的部分跟別人就是 大對戰 那如果一開始操控的好的話 基本上應該要拿個這個 第一名這些的話 應該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如果就是 要拿個這個前五是一定有的 我覺得基本上 待會我們也可以直接看一下 能不能用一下 就是那個商人組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基本上 如果大家不太會打架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種就是 小撇步啦 就是用這種就是不需要 去那邊打架的隊伍 所以這遊戲的話 為什麼哲平會這麼喜歡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的這個獲勝跟打的這個組合的 這個條件是比較不太一樣的 那像如果要打架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努力的 就是有點像老鷹抓小隻一樣 有沒有你知道嗎 你知道抓別人後面那些小隻的 先把他們打死 然後慢慢一一擊破 如果你直接去 正面的去撞別人的話 你就很容易會直接輸掉了喔 好 我去換一下我的手機 把我的手機換回來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還是換回就是 我這個手感比較好的這個手機喔 那我們就來實際的這個實驗給他 就是打一躺 看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選到我們這個商人隊伍 但是他也不一定就是 每一次都會選到就是 你可以拿到這個角色啦 所以這個大概是比較 比較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就是 他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拿到 就是你想要的這個部分 所以一開始的這個選角啊 跟每一個東西的話 就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考驗你對角色的這個理解度啦 那我們這邊一開始選的這個 這個科爾特的話 基本上他也是比較好去清怪的 那我就繼續選這個商人喔 反正商人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可以把他想像成就是一個 可以無時無刻幫你一直增加 我們這邊的這個潛潛的這個角色啦 不是潛潛啦 就是寶石的這個角色 所以拿個幾隻也不錯 然後你又可以就是再用那個 克爾特來做一個就是那個 攻擊手幫忙就是打架這樣子喔 那這邊的話我一開始就是先來用一下這個 克爾特 那最好的話應該就是還是一樣就是用那個 採集組啊 或是伐木組來做一個這個攻擊 來一個那個什麼啦 做一個那個資源的這個補給啦 這把的話我們可能就比較沒這麼好 但是呢我們可以這樣子去跟他打 因為我們這個克爾特等級很高啊 直接弄死 直接弄死他這個野蠻人 有沒有看到 像我們這樣拿到克爾特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先去先 獵殺這些小玩家了 他們現在就是要一直花錢 然後把這些東西拉高 但是沒關係 你就盡量去浪費你的錢吧 老哥 我被劫尾啦 完了而且 死定了 我的商人掛了 完了這把 我們要轉戰了各位 好啦這就是這遊戲有趣的地方就是 那是怎麼說呢 一切都不會像你這個預料到的這麼爽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隨機應變嘛 你可能就要隨機應變 像這邊的話我們的商人被殺了 那我們也只能那個 但這一把他們是不是沒有那麼多的這個大人 好像也不行欸 殺不了 完蛋了 哇 早上不要去跟別人修爬了各位 我還跟大家講說我是與世無爭的人 不跟別人修爬 結果 我都一直在不斷的損失自己的這個部隊啊 所以這個 小心一點點 好 這把 不傷人了 轉一下 但是你們看我們現在基本上雖然現在落後對不對 但是大家不用緊張 就是我們還是有機會可以就是 搬回來的 喔 沒了 沒機會搬回來了 我怎麼到處都是人啊 歐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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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先跑了 我們現在是沒辦法跟別人對戰的人啊 哇靠 是不是想殺我啊 哇靠 完啦老哥 這把直接極技啊 你看這就是活該的這個表現好不好 再去亂挑釁啊 阿平 完了 極技了 沒關係我們再一把再一把 哇我的連續前五枚啦 我真的覺得我開直播可能都還比較強 我們在錄影片的時候真的是 就是會那個智商跟這個能力下降 等一下你看我自己在玩的時候都十二連勝了 然後結果一拍影片就直接 掰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 拍影片的時候比較慌 好 沒事 來 那我們這次的話 來個哥布林起手 然後哥布林的玩法的話就是因為他會給錢啊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在一個場地裡面的話你就會有這個 兩波的這個 箱子 你可以就是 應該也先用這個哥布林疊錢 然後疊錢之後的話 就兩邊這樣刷 有沒有看到 你就可以刷錢 然後 再用這個炸彈去炸術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的 可以用炸彈炸術 那你這樣就會有很多錢了 那就可以開始疊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再 給一個這個拔蘿蔔小妹妹 就是這關圖的話 技能上有的東西 再來就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皇室戰爭地圖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他裡面有那個 超級騎士啊 跟就是 大家應該都看到有那個 小隻的那個就是做冰 然後還有超級騎士那些的 真的很帥耶 我的天啊 來繼續 反正一定就是先選擇一樣的就對了 選擇一樣的就對了 來 維娜絲 繼續 有 合成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這一次我們應該就是缺那個 去商人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三隻骷髏兵耶 各位 有沒有看到 滿滿的這個皇室元素 來來來 繼續炸 繼續炸 然後現在48塊 沒有可以再去那個了 這邊這個 小人軍團 東西拿的很少喔 算了 副開他們打了 欸 等一下啦 被包 被包 打啊 打啊 要打是不是 不要後悔 他剛剛想要打我們 但是我們就是被迫選的這個 艾爾普里默 因為艾爾普里默是比較坦克的這個存在 幫幫坦一下 哇 結果是這個 我以為可以拿到的 那這邊的話 我要拿一個魔術 自己要注意一下就是自己那個 選擇的角色有哪一些喔 如果拿到 太多那個重破他就完 這樣做好了 拔菜拔菜 OK 拔菜拔菜 你看現在目前來說就第三名了 其實 其實你要一直維持在一個好的民視的話 基本上太難了 你只要不要做一多多餘的舉動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你看 這邊是皇室戰爭區 有沒有看到 很可愛的這個三骷髏兵 這邊在基於哥布林 完了 這邊如果我們有那個的話就更爽了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如果有傷人的話就好了 對啊 這把哇 用不到傷人啦 不是啦 上一把有傷人 然後我在那邊耍白癡啊 讓大家看不到傷人啦 好 這邊先炸這個樹 那人想過來幹嘛呀 好 我們進去讓大家看一下 皇室戰爭區啦 來來來來 裡面有這些東西 我記得好像有聖水哥倫還有超級洋的耶 很酷 好 拔拔拔 然後我現在第四名啦 我覺得 都還行 反正前五名就是贏 靠 等一下 不要追 你看有沒有 超級 超級在這邊 我們可以打個超級 然後聖水哥倫 超可愛的 有玩皇室的一定就會 好熟悉的這個畫面這樣子 好 我們先狂撿狂撿 你看這樣就第二名了 然後自己要注意喔 那些旁邊就可能會有一些 嗜血的人 他們會過來給你那邊 5 4 3 2 1 要小弟 然後隨時要把我們這個 血血術拿好啊 因為這個血血術就是最後的這個 逃脫跟衝刺的這個手段 所以不能開完啦 很重要 喔 這個小團好像可以殺 對 這個小團可以殺 殺爛他 然後你擊殺敵人之後 你是可以就是 拿到就是那個 拿到就是我們就是那個免費的那個 鑰匙 好啦 這個第二名應該是可以的 再殺一點點 OK 沒問題 但是沒讓大家看到商人啦 不過前一把的話 一定讓大家看到商人的 所以就是要隨機應變啦 好 這遊戲就是 我覺得挺好玩的地方就是這樣 可是他的這個 不確定因素蠻高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的 那商人的話 推薦給大家 那最近的話依依就會繼續努力往上打 然後到時候再看一下 究竟有哪一些就是 好玩有趣的角色 再跟大家做一波這個 分享那種沒有問題 喔有醫生 我的醫生是不是可以三星啦 我還沒有欸 好像還要再一次的才可以三星 要再一階啦各位 沒問題 沒問題 有心 有心 有心